哈囉各位 今天我來講解如何在格鬥的引擎中 寫出簡單的平台動作操控 這個影片我分成幾個部分 然後我把無聊的部分都砍掉了 反正這次定下載是個專屬資料夾 就可以開始了,快來我等你 如果你看這個教學的時候版本跟我不一樣 導致你沒辦法跟著做 別擔心,課程全額退費給你 總之,第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要練習2D的操控 所以我們先新增那個2D的場景 然後存檔 為了之後方便先按一下執行 把你剛存的設成主場景 那現在就來加入玩家操控的角色 在這邊加入一個Kinn... 可以寄個東西 然後他就會給你一個錯誤說他沒有形狀 所以你就給他一個形狀 然後他還會再給你一個錯誤說他的形狀沒有形狀 那你就到這邊 給他一個方形或你爽的形狀都可以 為了方便觀察我們可以再給他個Sprite 把你想要的圖丟進去 反正之後可以再改 記得他跟碰撞一樣大 在開始動玩家之前 我們要先試個可以站的地板 加入個Static Body 給他一個Collision Shape 也給他方形 接下來移動他們 但是這樣移動的話好容易出一點問題 所以先把分之以存成場景 總之 我在地板的場景也丟個圖上去 存檔以後你就會看到主場景的地板也改動了 好 把你的場景擺好 然後按下測試看看 他當然不會動了 他又不知道你想做什麼遊戲 所以 給你的玩家貼上一個Script 然後把這些東西抄上去 哇 你現在是遊戲開發者了 把貼圖換成種族騎士的要素 遊戲就賣一百萬套了